MING PAO TORONTO 來到智庫點評這個環節 請出我們今集的嘉賓 今早有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智 Hello,Ninus,你好 Hello,早上Pekky 不知道你今天點謝比亞迪和我們評論 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 是的,就是汽車股 近來大家看到 例如剛出來的一些數據 內地的乘用車的銷量 我們看到仍在同比下降 1月份的數字 2月份其實預期仍會有機會下降 其實這個行業我們看到 是一個整合調整的階段 但是在一個行業調整的階段 其實都是對於一些 又在行業裏面有一個優勢的公司 我們覺得其實可以繼續更加可以關注 所以比亞迪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新能源車的一個領先的一間公司 其實它都公佈了1月份的銷售數字 其實整體的汽車銷量比亞迪來講 就差不多有4.4萬架 增長案例來講的增長不是太大 但是中間我們反而是比較關注 就是它那個新能源車的銷量佔比有多少 其實佔比都不小的 其實1月份比亞迪新能源車的銷量 有超過2萬8千架的 佔它自己本身總體的銷售有65%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在這個汽車行業整合的一個期間 其實新能源車也是未來的一個大趨勢 而在現階段如果說已經在新能源車 或者生產線那邊已經是做好一個調整 其實新能源車的銷售佔比最大的 我們覺得比亞迪依然是一個領先的優勢 所以我想可以是對 尤其是現在來講 汽車的反方都是一個整理的調整 但是如果你說在這個階段 對汽車股是有興趣的 我覺得比亞迪會是優先關注的一個股份 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就最受惠 今天來說就是靠找到的 49元到5千這些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是否吸納的時機 目標價去到哪裏? 止蝕又到哪裏? 是的 其實這個又不是一個很迫切住的情況 因為正如剛才提到的汽車行業都正在整理 但是如果你說在股價有一個回套調整的時間 那些汽車股隔離又跌,其他又跌 比亞迪可能都會有些影響有個回套 選擇的時間我們覺得可以以汽車股裡面選擇比亞迪為主 所以如果比亞迪這邊操作的情況 我們覺得如果能夠有些回套 譬如下低一點 50元留下其實我們覺得是一個開始可以收集的一個 即直播率比較高的水平 50元留下可以慢慢收集 目標價我們正在賣60元 指食位置可以定在46 好啊,現在股價是靠找得到的 49.65元這些位置 都要問問Ninus 申報一下先怎麼會拿著這隻股份 我每次有的 謝謝Ninus 提回大家了 就先提到 只是個人意見 並非投資建議或者是推介來的 做任何的投資都要留意相關的風險 大家要注意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